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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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我怎么听到9声 奇怪的声音 9 好 继续哦 9 2 多少 18 18 对 没错 好 来 我们继续 9 周小蝶同学 那个是什么东西 计算机 很大的计算机 计算机 有弹珠形状的计算机 OK 很好 来 这个多少 27 还不错 好 那我们继续哦 9 4 又有声音是什么回事啊 我想帮老师拍照 很厉害 很好 我很会拍照 你是不是没有办法专心上课啊 好像有一点 但我有努力在认真了 OK 好 那我们再试试看 好 90多少 30 你到底又在干嘛啦 那是什么 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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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还蛮好玩的 是不是 不过我觉得你这样子一直没有办法专心 我怀疑你是不是有过动症状况 怎么可能啊 我还是有在上课啊 但就是很多东西很好玩啊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一集 就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样子过动症的情形 绝对没有 过动症 这其实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简称 那其实这一个疾病症式的名称应该叫做 注意力缺失与过动急患 那我们从这个名称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这一类的疾病其实它有两大主要症状 一个就是注意力不足 注意力缺失以及过动的部分 那其实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是 冲动的部分 那这三个部分会是我们在临床上 就医时会特别评估的部分 在注意力不足的方面来说呢 在孩童或成人方面 它就可能会显示说 在做比较困难的事情的时候 它能维持的时间比较短暂 以至于说它在学习跟工作的效率 都会有不足的情况 那另外注意力也会跟记忆力有一些相关 所以当事人在记忆一些细节事情的时候 常常会有遗漏的事情 容易忘东忘西 忘记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说忘记他所期待的物品 然后常常掉东西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来说 在这个注意力方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执行力 所以当一件事情需要一个比较专注 长久的时间的时候 当事人也会比较容易回避进行相关的事情 那过动的部分指的是 在一个比较需要当事人安静 配合的一个场合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维持一个稳定的一个姿势 或者说没办法忍住 他就是会动来动去 比如说现在像我坐在这椅子上 他可能就会忍不住扭动身体 一般人可以维持个30分钟到60分钟的 这样子的一个稳定姿势 可是对于注意力不足与过动个案来说 他们就容易出现 类似就是他要起来走动一下 然后他要走来走去 然后他才能够再坐下来 然后比较能够专注在回到原本想做的事情 那除了过动方面来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冲动的部分 冲动方面来说 有分心理上跟动作上的冲动 心理上的冲动就是 这个当事人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思考 或是冷静的思考 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那也就是说他常常会看到眼前的一个 他想要的东西 他就忘了背后可能要付出的风险 然后就马上进行相关的动作 所以在小孩子的部分有时候 他们可能就是说为了一个想要的东西 他就忘记要遵守的规则 或者是说为了一个很想玩的物品 或很想玩的玩具 他可能就很冲动的就去接近他 可是忘记顾及旁边人的一个安全 那造成了一个别人的危险 或是自己的危险 那在成人方面来说 他就可能说 在一个需要比较冷静判断的时候 他可能就一下子被眼前的一个 想要得到的东西 而蒙蔽了他的一个想法 做出一个当下会让他未来后悔的决定 所以在我们的过去的研究 也就显示过 在台湾来说 具有这一类注意力不足于 冲动的一个孩子跟成人来说 他们发生意外受伤的比例 其实是比其他的一般人来得高的 所以这是我们常见在评估 所谓简称过动症的这一个疾病当中 我们会评估注意力缺失 过动以及冲动三个部分 另外我们还要特别再强调一点 就是说在注意力不足与过动症 这相关的一个个案来说 他们其实常常都还有 其他生理与心理上面的 其他需要帮助的地方 譬如说他们常常会有 头痛或是失眠 或者是过敏的一个现象 以及说他们因为上述提到的 注意力不足 那以及过动冲动的部分 有时候也很容易造成 他们生活上适应上的困难 所以当这一类的个案 当他们寻求帮助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不是只有观看 那三个冲动注意力不足 以及过动的三个诊断标准之外 其实我们常需要一个 跨诊断的一个评估 评估它的各种生理状况 以及它在心理 以及它在生活环境中适应的情况 并且针对不同的问题 给予不同的协助方式 这个问题其实全世界的人 都在探讨 那各国对于那个 就是切结点的拿捏不太一致 通常我们跟美国 比较接近在医疗上面 那我们跟美国算是 比较宽松一点点的 所以大概就是做起来 在一般的孩子里面 大概是5到10% 那大部分会抓大概 可能7.5%左右 那有一些比较少的 像是欧洲国家 然后纽澳 他们对于这个的 抓得比较紧 所以他们会略少一些 是大概 不过大概也都到5%左右 所以就是 在小朋友的阶段 大概有5%左右 会符合到过动症的诊断标准 过动症它其实正式的全名叫做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那英文叫做ADHD这样子 你刚刚这个什么A什么D 那个已经很容易让人家注意力 A就是注意力 就是注意力 D就是要继续久 没关系 对 就是白话文的讲一下过动症 可是其实就是 像刚刚讲的就是 有两个部分嘛 第一个可能就是 比较像是注意力不足 这个部分 就是可能会比较容易分心 等等的 没有办法 集中在一件事情上 所以说我刚玩完去那样子啊 但你超级啊 超级过动症 我也是觉得我有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前面AD 那后面HD 然后是说 硬要讲完 硬要 白 对就是一些比较过动的部分 对 所以前面是注意力不足嘛 那后面是过动症 那过动 就是说可能你就会 比较没有办法去 抑制你的冲动啊 或是说 一直硬要举手啊 然后硬要插嘴啊 等等的这些状况 对 就是可能班上 你说妙力一直举手这样 对 没错 这样子很高 对 应该是说这种状况 可能就是 因为从小可能就会被发现 对 所以常常去诊断说 这个小朋友 有没有注意力不足 过动症啊 你看我念得很顺 就是说会 可能就会 譬如说 可能是家长就会被发现了 对 可能就是开始上学了之后 没有办法专心地在写功课等等 那老师那边可能也会发现 就是说怎么怎么就是学习效果比较差 等等的这些状况 对 那是不是在小时候的时候 发现的话 就要赶快去进行治疗了 对 其实我们还蛮强调 就是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这个观念的 那我们呢 赶快就透过影片 来了解更多的过动症讯息 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 连续性的分布啦 意思是说我们人类不会只有分成 过动跟不过动的状况 其实就像我们的身高 体重 血压 心跳 这些其实都不是只有分成快或慢 这样都是高或矮 就是人类其实是一个连续性的 其实过动症也是一样这个状况 所以当然评估上除了问诊了解 病人或是说家人或老师对他的观察 或他对自己的观察以外 很重要的是会有一些量化的指标 帮助我们去了解他这个症状的严重成 我们量表的部分会分成不同年龄段的 等于是去帮助我们去了解 他们的状况 那当然另外一个是说 因为过动症目前最多 都还是小朋友在看嘛 那小朋友对于自己的认知 或对自己的自我觉察的能力 其实相对不见得像 青少年或成人这么好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都要辅助于老师 或者是说家长的 其他人的观察的量表 不会只让小朋友自己填自己的量表 因为这样子很常都会得不到 该有的结果 那甚至现在在成人的身上 我们也都会建议 如果在可行的状况下 取得他亲密的重要他人的资料 包括可能是他的男女朋友 他的父母 或者是他的伴侣 他的其他的任何人 可以给我们一些其他的佐证 当然在判断上 在诊断上会更明确 那关于这个注意力缺失 与过动症的一个治疗方面来说 我们刚刚提到了 其实他的问题 不会只有三个主要症状 还有很多社会适应 跟心理方面的一个适应上的一个困难 所以其实我们会最采用的一个 主要的核心治疗 是会建议药物治疗 以及其他生活上行为上的调整 那甚至包含营养 跟运动方面的一个协助 那在药物上常常会被人一个质疑 就是说是不是他们只要吃药就好 不是 实际上来说 药物只占他们治疗的一部分 可是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像过去在美国 在欧洲 在英国 都有许多的家长提出相关的质疑 是不是过动症这一类的疾病 我们可以不用用药物治疗 那不过后来在这几个国家研究 都有一致的一个显示说 药物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药物治疗可以是一个 最佳的一个第一选择的一个治疗方式 但是并不是唯一的治疗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会建议 除了尝试药物治疗之外 我们还要加上一些家庭 以及当事人的一个相关的生活调整 作为一个协助 最后各国的研究也都是显示 包含台湾我想也是一致的 就是说当生活调整加上药物治疗 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有些家长会担心 像这类注意力缺失与过动症的药物治疗 还会看到标的为精神兴奋剂 然后他会非常的担心说 这兴奋剂会不会跟毒品 安非他命有一些相关呢 我们要特别说明 在美国这类安非他命类的药物 经过吞服之后 在肠味道慢慢地释放跟吸收 那其实它发挥效果的速度 是远低于我们一般 毒品使用的安非他命 透过口鼻吸食的一个效果的时候 造成的兴奋效果差距非常大 它是强调在兴奋度 愉快度 以及精神的一个提升 那跟我们口服的效果 是有数千百计的一个差距 因此在这类口服药物的效果上 进而能够调节大脑的功能 并不会达到成瘾滥用的一个问题 不过在台湾 因为我们的国家管制担心说 有人用这类药物去纯化 制作安非他命在市面上贩售 目前在台湾 我们的食药署是禁止 这类药物的发行跟使用的 在我们这一类注意力 缺失与过动症的药物治疗上来说 当事人使用的时候 并不会有这种增加兴奋 愉快的一个感觉 所以相对上来说 我们的患者 他在使用药物的时候 并不会有 也必须长期依赖这一类药物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说他会有成瘾的问题 它的效果主要是帮助我们 协调大脑各区域的一个功能 然后增强我们需要的讯息部分 以及压抑掉一些生活中的杂讯 包含声音 包含影像 包含自己的想法 能够把这些杂讯去除掉 也就是说当事人可以比较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 然后并且做比较恰当的一个决定 我们的一些研究都显示说 从小就开始治疗的这类患者 在他们到了长大 包含青春期 包含成人期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各种成瘾问题 都反而是几率变小的 也就是有一个保护的效果 也就是说当事人来说 他比较不会抽烟 也比较可能可以抗拒毒品 或是酒精的诱惑 以及他们也比较能够减少一些冲动行为之后 一些的一个对于这类的非法物质的 一个尝试与使用的一个机会 那得到一个保护的效果 过动症的治疗上 因为所有的精神疾病里面 假设你把精神科的所有的诊断 都混在一起来看的话 过动症的药物的治疗 是几乎是前几名有效的 就是它有效 而且非常显著的有效 比任何的你说忧郁症的药物 焦虑症的药物 视觉失调症的药物 有效的比例都还要来得高 然后有效性也都还要来得高 然后副作用其实也没有真的比较多 过动症病因其实现在知道 有一大部分都跟遗传有关系 可能有将近八成 那最多可能做到有八成 可能至少也有六七成这样子 所以意思是说 父母里面常常也有可能 有人有这样子的状况 那这样子的人 其实在成人期 其实常常冲动控制也会比较差 所以其实他们跟孩子的互动上 有时候也会比较不容易控制 所以父母自己本身的情绪的调控 自己本身的 针对孩子的困难的调整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子 如果说他们 你如果没有办法稳定自己的情绪 你很难去帮助到孩子的情绪 台湾目前有台湾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会 那在该学会的网站下面来说 有一个医师分布的一个功能选项 那民众可以使用这个选项 去找寻在邻近地区适合的协助的医师 那以及目前来说 也有许多热心的民众与医师 成立的协会来帮助这类的家长 跟这类的当事人 那目前两个最有名的协会 是赤子星过动症协会 以及心动家族协会 那这两个协会 背后都有儿童青少年医师 担任顾问 来协助统整相关的资讯 并且会定期的举办互助活动 以及奖励性的公益活动 帮助当事人找到帮助自己的方法 以及能够帮助他们建立相关的一个信心 鼓舞他们 然后能够发挥到更好的 一个自己的能力 过动症有结 今天我们有请黄心理师 我们的来宾 不过我想要先问一下医师 就是刚刚在讲说过动症 它是有药物可以治疗 不过竟然有 听说竟然有那种非侵入性 然后不用药物 也没有副作用这种治疗方式 那我们叫neural feedback 它就是一个神经生理的 回馈的一个仪器 那它其实就有一些 包括说训练 还有协助治疗的一些功效这样子 好懂 那它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其实我们会让就是个案 他可以看得到他自己 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脑波的一些状态 那透过他看得到 这个脑波的状态的时候呢 他试着去控制 然后呢就可以去训练你的脑 正常人本身就是会有的活动 可是我的大脑是比较异常的状态的时候 我试着透过这样的训练 我把那个异常的状态慢慢减少 让我回到一个像一般人的大脑活动的状态 又或者就是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我想要优化我大脑的状态 所以我可能比方说现在运动员 我要特别做一些训练 然后让我自己可以更能够强化某一个状态 对 这个也是一种 那最后一种就是常常会做就是neural feedback的状态 可能就是拿来做一些实验 比方说我们想知道这个东西 它到底对我们的脑波我们的反应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也会用到它 是 那它是训练大脑的哪一个部位啊 其实会根据我们不一样的就是 运动会放在不一样的位置 那大部分呢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用的是一个 叫做theta beta 就是ratial就是我们说TBR的这个脑波的时候呢 我们会比较常放在frontal load的这个 F3 F4的位置 所以现在就是摆这些 我等一下就是可以变成科学管理 对 没错 就是包含心理师还有医师刚刚讲一些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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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对 是的 OK 那我们就开始咯 好的 所以它是夹在耳朵上面还是什么 对 它等一下会夹在耳朵上面 它是因为就是皮肤接触的关系 所以要特别 是的 懂 就是导电的部分要做 对 那因为我们要训练 对 有觉得凉凉的 有觉得凉凉的 非常舒服 是的 我要吃了 重点是 我有喔 每天喔 而且通常因为今天是第一次 对 所以就是今天的清潔 应该是说今天的清洁会需要比较久 那如果之后 对 之后再做的话速度都会变很快 哇 恭喜你都已经完成了 对 最赞 好的 好 好 好 那这个时候啊 你应该有看到 台湾剔图 对 台湾的 这个是你的就是脑波的目前的状态 那等一下呢 我要请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先让自己试着保持身体都不要动 好 嘿 尽量放轻松 好 好 好 那既然可以看得到 就是你其实波形有非常的多 也小小的比较乱 脑子需要很多东西 是 是 没错 一直以来都是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个东西 就是你现在把眼睛闭上 好 嘿 嘿 嘿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它其实 大家可能从这个画面里面 可能还不会觉得有这么强 可是呢 会慢慢地看到它 就是它的高频率是慢慢地下降的 对 好 你可以眼睛睁开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玩一个 比较简单一点的游戏 待会你看画面 你试着要让两艘船 努力地往前跑 可以吗 好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了 好 好有影响 对 很好 继续维持这个状态 再让它慢慢地往前跑 太棒了 你做得非常地好 再让它继续往前跑 所以这样子就已经可以判断说它 到底有没有 我觉得应该是有 我们刚刚这边做的这个是一个 回馈的训练 对 那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看你的脑波的时候 其实你的就是各个波段 都还算蛮均匀的 所以其实应该还好 没有过冬症 只是比较焦躁 对 只是没有办法让那个船 持续摸饼这样 比较不喜欢数学 对 非常不喜欢 二十八的时候 九三 对 对 没错 会玩一些其他东西这样子 对 不过就是现在 还有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也是受到过冬症的困扰 他其实也是透过可以有很多的 像是药物 或者是机器训练 来使用他成长的 对 所以其实去寻求专业 然后像刚才小杰说的 透过药物治疗 或说非药物的治疗 训练这些的方式 其实都可以有效地帮助 过冬症的一些治疗 好的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